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到底有哪些材料 就是这些 这个是羽衣甘奶 它是最常出现在欧美绿果型的食谱上面的第一名 第二名是这个西洋型 好 前面的这些是欧美的食谱里面非常常见的 所以我刚刚去一趟潮市把它收集起来 我发现其实还蛮好收集的 所以就是这些食材 芽菜的部分的话 菜菜这边说是用芽菜 就是我自己用这个梅森罐所种植出来的 平时的时候可以种种芽菜 或者是你可以把它当饮料杯 当然还可以拿来制作罐头 所以待会我们也在每一杯绿果席上面 都要加上15克的绿化椰菜鸟 抗发炎抗氧化 补充好的纤维质 这些要混成三杯不同的绿果席 打算这次来试验一下 我打完之后呢 我要把它这个瓶子抽盐空 那这样它可能在冰箱里面 可以保存一到两天 甚至到第三天 这样就是我的绿果席计划 我现在就要开始来进行哦 那这个鱼肝仁跟西洋芹还有我们的这个绿化椰菜鸟 我们要先用热水烫过 为什么要用热水烫呢 因为担心上面会有一些比较多的一些生菌 所以我们稍微用热水烫一下 那这样子可以减少细菌的含量 到达可生死的标准 接下来就是我的绿化椰菜鸟 那我们每一周摄取至少50克以上的这个绿化椰菜鸟 的话呢 里面所含的萝卜硫素可以有效的抑制某些疾病发生 这样子的 绿化椰菜鸟 很健康对不对 好 蔬菜的部分烫过都已经处理完整了 好 接下来呢 就是我们的小黄瓜的部分 这就比较快了 接下来就是要来处理水果的部分了 那再来是先用的苹果 提供一些这个香气跟甜味 我们又希望它好喝 我们又希望它营养 不要说只有甜的味道 或者是说只有营养没有玫瑰 这也不行的 香蕉就是它会帮你的绿化椰 增加一些滋滑顺口的那种浓稠奶昔一样的这种口感 那柠檬可以把它挤拌磕进去 一样就是不加皮了 所以今天我们的凤梨呢 就是给它多一点点的味道这样子 那我们的主要食材大概都已经准备好了 好 马上就要来开始咯 OK 那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绿化椰的黄 金公式哦 五种东西的去组合而成 第一个是蔬菜的部分 那我们可以选择羽衣甘染 西洋芹 绿化椰菜苗 小黄瓜 第二个是水果 一杯里面至少两种的水果 我今天的水果有哪一些呢 有苹果 有凤梨 有香蕉 有奇异果 还有我们的综合莓果 还有柠檬 第三个就是综合坚果 那供好的这个油脂 那这些呢都是我们先进去需要的 再来下一个呢 是我这次要尝试的就是姜 再来是第五种 就是绿果型的这个基底 这次我一样会是加优格 第一杯呢 我们是要加羽衣甘染的 因为有羽衣甘染在哦 所以打出来的颜色非常漂亮 下来下一杯是西洋芹的部分 西洋芹要搭配的水果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综合莓果 加一点姜 这杯是我们的综合莓果夹西洋芹 颜色有稍微比较深一点 接下来是我们的第三杯 羽衣甘染 小芒札 凤梨 金箔 有可能 还有羽衣甘染 羽衣甘染 羽衣甘染 凤梨香蕉 还有蜂蜜有个 就打出来的绿果型 完成啦 这是我们的三杯绿果型 今天我打算要来用电动真空机 把里面的空气抽掉 我们先用它把它盖上去 启动 非常的快 很方便 很胜利 对 它已经是真空了 好 真空完成 好啦 完成啦 像这样子 我们就可以把它带到公司去 它也不会倒 这样子呢 我就是在礼拜天的晚上 准备好三罐 那我下周呢 至少有三杯绿果型可以喝 好 那希望呢 我自己期许 我自己可以继续的去发展出呢 每一个人都可以复制 而且能好喝的绿果型的食物 来跟大家一起做分享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 请按赞订阅 然后并且开启小铃铛 这样子呢 我们持续的去更新影片 你们也会在第一时间 接到我们的讯息哦 好 今天就到这里结束啦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